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容易流产之类的 所以我每天空腹 吃一粒半 悠假乐 听了课 知道任何药都不能直接治病 会消耗元气 但目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没有医学基础 不知道如何割舍 不要相信西医抽血指标吗 二 我宫寒很严重 子宫肌瘤也越来越大 之前做过通液手术 有点通而不畅 我看到建议灌姜汤 试过三次 效果还不明显 请教下 可以直接喷姜粉吗 新加坡团队答复 一 没有医方医药可治病 所有疾病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甲状腺素问题需从因着手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便可回复正常 没有药方可以生产出甲状腺素 长期用药必会让体伤加重 反而对身体造成伤害 服用 优甲乐等于犯了轻音弹缘 而说缘可治病的错误 请参考一下直播视频 问题二 二 公寒可以喷姜粉 没问题 另有几个孕妇案例视频 或对你有帮助 七月四日 直播视频 问题二 糖尿病患者 健康生产 先天心脏孕妇 不全 健康产子 血癌患者 健康产子 子宫 恶性肿瘤 我们来看新加坡对这个问题 第一个回答 因为患者问的我就不再重复了 新加坡的回答 这个问题就回答得很好 他把观念先告诉患者 真的没有一方 也没有医药可以治病 不会因为你吃了什么优甲热 然后就可以生产出甲状腺素来 那个不可能的 所以这样吃反而会让 因为都是含粮药 反而容易造成体伤 这个对于身体没有好处 好 我们看下面 下一页 新加坡的回答 所以他提出了 这种都在逻辑上因缘 我就可以看出这个是不对的 好 那公寒的问题 他叫他看视频 这样是对的 因为视频都有讲很清楚 所以我对于新加坡这一个的回答 很满意 也就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那读者也要学习 就是进步啦 就是一定要多看 然后多讯息 然后才会明了整个的道理 那明了信心自然就会建立 好 这一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文字幕志愿者 宝财 zig玉和雨 平 oleh雕丹 正纪 各产 plant 文字幕�� replies 快